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资令卡尔托马斯 16日在新加坡出席 东南亚合作与训练演习开幕式时 公然对解放军在台岛周边海空域 开展的实弹射击进行指责 并称称美国对中国空军 在南海地区的空中拦截数量增加 感到担忧 17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军事专家表示 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 一直是美国向中国泼脏水的两大借口 托马斯的表态并不出人体调 美国才是亚太地区军事化的最大推手 美国以及其他20个伙伴国 于16日在新加坡举行C-CAT演习 该演习旨在加强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 在面对海上危机突发事件或非法活动时 采用标准化的训练战术和应对程序 托马斯在媒体援助会议上提及解放军近期 针对台湾的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时宣称 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我们对此提出异议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且不提出异议 那么这种行为就会成为下一个军事常态 据美国CNBC报道 托马斯声称 关于中国军队拦截数量增加的信息 毫无疑问令人担忧 如果在飞行过程中出现问题 这不是很令人镇定的情况 他还称中国空军的拦截不安全 但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 托马斯提到 维持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 是美国海军首要的任务 海上航舰是我们军纪的命脉 拥有开放的海上航舰和能够运作的船只 对保持经济运行极其重要 第七舰队 隶属于美国印太司令部下辖的太平洋舰队 总部位于日本横须赫 是美国所有前沿部署舰队中规模最大的 拥有多达70艘舰艇和150架飞机 美方已非首次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指责中国 今年6月 美国防长奥斯汀在新加坡举行的 第十九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做大会发言时就误称 美方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始终方便了 并宣称中国对周边地区采取了所谓的 更具脅迫性和侵略性的态度 奥斯汀还指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飞机和船只之间 相遇方式不安全且不专业 次数的增加令人震惊 美方言论遭到与会中方代表团的严正驳斥 自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以来 美方声称中方在升级局势反应过度 以佩洛西窜访为借口打造某种新常态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当地时间16日 在华盛顿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强调 佩洛西迷目张胆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这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背美方所做的承诺 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美方一些人不仅不认错不纠错 还试图颠倒黑白扭转叙事 把脏水泼到中国身上 秦刚表示 最基本的事实是 美方先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发起挑衅 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为避免这场强加于中国的危机 中方做出了最大程度的外交努力 遗憾的是 美方听不进去 中方的立场正当合理合法 中方的举措坚定有利适度 中方的军事演续公开透明专业 符合国内法 符合国际法 符合国际惯例 军事专家宋忠品17日 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作为第七舰队的司令 托马斯就是希望 把南海变成可以肆意践踏的 美国后花园 并从根本上否认中国对南沙群岛 西沙群岛所拥有的领土主权 为了维护其在南海的地区霸权 美国采取极端的手段 打着自由航行的幌子 来试探中国的底线 红线 对中国的国家安全 及发展利益不断侵犯 中方势必会坚决反制 宋忠品进一步表示 如果美国人感到安全 中国就会不安全 而美国感到不安全 是因为其在侵犯中国的利益 中国从来没有妨碍 任何国家和地区 在南海的自由航行 但自由航行不能侵犯中国的 主权和领土完整 无论是美国还是其盟友 胆港侵犯中国领海领空 必会遭到解放军的拦截